这里有三个长方形 它们的尺寸各不相同 其中第三个 它其实是个正方形 因为它的长和宽都是三米 那么它们各自的面积是多少呢? 既然边长都是用米做单位的 那么面积单位就是平方米 如果我们用边长为一米 面积为一平方米的正方形 来测量三个长方形的面积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 这些长方形里面 到底能装下几个这样的正方形 先来看第一个长方形 它里面一共有多少个面积 为一平方米的小正方形呢? 我们画画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共六个 那么它的面积就是六平方米 现在我要提一个问题 是不是每一次用这种小正方形来算图形面积的时候 都要用数数的方法呢? 有没有更便捷的办法呢? 其实是有的 我们可以用分组的方法来计算 以这个长方形为例 它可以分成两组小正方形 上面一行是一组 有三个 下面一行是另一组 也是三个 所以就是三个为一组 一共有两组面积为一平方米的小正方形 那么整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三乘以二等于六平方米 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? 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是不是就是长乘以宽? 也就是三乘以二等于六 完全吻合 这是个巧合吗? 我们再用其他的图形来验证一下这个规律吧 看下面这个长方形 它的面积就是四米乘以两米等于八平方米 我们把面积为一平方米的小正方形 一个个放进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都放好了 所以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它的面积是八平方米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分组的办法验证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小正方形一组 那么一共有四组 二 乘以四 等于八 或者也可以每一列作为一组 一组四个小正方形 一共有两组 那么面积就是四乘以二 等于八 这跟之前的长乘以宽的公式 也是完全符合的 好 再来看第三个 按照面积公式 长乘以宽 也就是三米 乘以三米 等于九平方米 然后我们把面积为一平方米的小正方形 一个个放进去 一共能放进去九个 或者来做分组 一分成三个小正方形一组 一共有三组 那么就是 三乘以三 等于九 九个小正方形 九平方米 三乘以三 也正好就是正方形的面积公式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 我们是如何用面积为一的小正方形 来验证面积公式的